也不是亚努利亚不遵循主耶稣的意思 不是这样 如果当时亚努利亚没有遵征耶稣的意思 他立刻会死掉的当时 这是因为他知道 小学在精彩的这里 三个恩典 这是因为他知道 要叫扫罗能看见 他必须给他按手 如果要他眼睛能看见 他必须给他按手 他要按手 然后呢 他的眼睛能看见 但是呢 要叫扫罗能被圣灵充满 他必须叫他起来 受洗喜叙而醉 记得啊 就是这个巧妙在这里 他知道 要叫他眼睛看见 他必须按手 要叫他被圣灵充满 他必须先把那罪洗掉 明白吗 那是自然应该有的 那是自然的尝试 不需要想着 你去叫他眼睛看见 他知道 按手 你叫他圣灵充满 他知道什么 要给他施洗 明白吗 所以你说 你为什么当言呢 请他受洗 洗去你的罪 然后呢 才可以 领受圣灵 你明白得要吗 清楚吗 如果你能够这样理解呢 全世界最棒了 可以少赚 少掉传过欧洲了 整个欧洲 百分之九十九 跌几 因为照我知道 基督的教会在欧洲非常少 我们这样的基督教在欧洲 是算很大的教会 上给人带我们 记得 如果你这点过去就行了 要叫扫罗的眼睛 重复 恢复能看见 他必须给他按手 要叫扫罗被圣灵充满 他必须叫他洗去他的罪 我怎么知道呢 我怎样知道这个解释一定对呢 上天带我们 我们知道一定对 绝对 绝对 全世界没有能够能够有第二个解释 因为在使徒行家二十六章十六节 其实我刚才也讲过了 使徒保罗自己说的 使徒保罗自己着见证 他自己说 让人家叫他起来 叫他不要担言起来受洗 是什么 洗去他的罪 他自己说的 问题就是 怎么我能够发现 怎么他们没有能够发现 他们不能发现 保罗是自己说 为什么 让人家叫他起来受洗 保罗自己着见证说 是要洗去他的罪 然后他干净了 好像我们要搬进去住 我们买了房子 要搬进去住以前 我们必须要把他清洗干净 然后圣灵才能进去 所以 使徒保罗要接受圣灵充满 他必须 正常的程序 因为圣经还有一个地方 以后有机会 给你搞清楚 他们也没办法搞得 这是正常的程序 你需要洗干净了 圣灵才搬进去 所以这里很清楚了 重复一次 主教他要做的事 教扫罗能看见 被圣灵充满 他知道教扫罗能看见 他必须按手 教扫罗被圣灵充满 他必须先叫他起来受洗 请求他人睡 然后才能够接受圣灵充满 请永远记得 世人得救 最多少年 是接受洗礼之后 不是之前 所以记得 是他们传 整个欧洲搞错的 记得 他不能说 亚伶尼亚已经看见了 得救了 圣灵充满了 得救了 然后才受洗 完全错掉了 就是因为 他的罪必须洗去 然后才能有圣灵充满 记得 这是正常的程序 所以呢 受洗是得救之前 不是得救之后 OK 求主怜悯 教世人从此明白 这两件圣经的正确意思 所以我有上帝的怜悯 我今天做的 我已经非常清楚 简单 把它分析了 结论了 所以现在 如果你明白了 就感谢神来一点 请饶恕我 最后引用 郭黎多前后书 四章第三季事件 这两件圣经 所以我现在 因为现在要放在晚上 所以我先请他们饶恕 如果你不喜欢 那没有办法 这是圣经的真理 必须告诉你的 如果我们他 呼应蒙蔽 今天我这样清楚分析 世界上任何的人 如果他要得救 他几个步骤 必须要经过 而且是需要对 他要听到 他要信耶稣 他必须悔改 离开罪恶 然后他要送洗 以后才得救 关键就这里 全世界关键就这里 全世界 他们搞错的就这里 其实要再一次 你要听到 明白 信耶稣 悔改离开罪恶 然后送洗 奉耶稣基督文明 求告主的明送洗 洗去你的罪恶 是表面的罪 是受洗的时候 洗去的 然后呢 领受所示的圣灵 成为神的儿子 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必须 准确的过程 但是呢 有很多人 一辈子不能明白 为什么呢 圣经告诉我 史罗保罗说了 这是史罗保罗写的 就是蒙蔽 我们传的福音 蒙蔽不能明白 就是蒙蔽灭亡的人身上 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白 因为神叫他们灭亡 这句话很严重 我知道 但是呢 我是照着 天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 十到十二写 天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 十到十二写 不是我严重 我是照圣经 总和起来 告诉你 因为上帝 不要他们得救了 上帝不是要 传世约人都得救吗 明白这点 对 他们选择不要 好像今天 我把它搞清楚了 有多少人 愿意照着去做 有多少人 能够明白 所以如果我们的 呼应蒙蔽 就是蒙蔽 在面网的人身上 只能不信的人 被世界的神 世界有一个神了 弄下了 他们的心眼 他们弄下了 眼可能很明亮 特别是看见钱 特别是拿到 美元一块钱 哇 这是一块钱 没有看见 我们信靠上帝 也没有看见 那个金字塔 上面有上帝的眼睛 传世纪的人 最主要的信息 他们没有看 有钱 传世纪的人 看见钱 就眼睛明亮 我们信耶稣 不应该世界 看见钱的眼睛 朦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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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看见圣灵真理 很烈 就亮起来 那你就有得救了 应该是这样才对了 对不对 张力兄 看见金钱 应该是眼睛朦朦朦的 这是几块钱了 看见圣灵真理 就亮起来 那你就得救了 那你就得对了 应该是这样才对 传世纪是这样 那有什么办法不灭亡呢 看见圣经就蒙蒙 此等不信之人 也被圣世界神 弄下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 关照他们 基督本是神的相 非常清楚 任神赤乎保守 记得 传世纪没有人 能够说 受洗 是得救 不需要的 受洗是得救 必需要的条件 若你不受洗 你不能得救 耶稣自己讲的 耶稣自己讲 马口福音16章16节 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 信受洗以后才得救 记得 史伦彼得讲的 史伦心算第二章38节 史伦心算第二章38节 信 悔改 受洗 罪 才得赦免 都是在 得救 罪的赦免 都是在受洗以后 使得保罗自己 也是这样 使得保罗自己 做见证 他的罪 是在受洗 求告主人 受洗其去的 然后理受所示的 圣灵 所以这两件圣经 今天我已经把它搞清楚 所以希望各位记得 亚兰利亚没有违背 上帝的 没有违背主耶稣的分处 他是自然的知道 因为他是一个 虔诚的信徒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教导的老师 所以耶稣信得过他 拆带他去 做的事情 绝对没有错误 也不会矛盾 他到那个家 耶稣叫他做两件事情 你要叫他眼睛看见 叫他给圣灵充满 他就叫他眼睛看见 叫他起来受洗 不是他不听话 也不是他搞错 也不是他制作主张 乃至他知道 要给他眼睛能够看见 他要按手 要给他圣灵充满 他必须先醒去和尊 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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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能够理解 那不行啦 今天来到这里 不管是行啦 这个全世界圣经里面最主要一个道 我感谢神明点 把他搞好了 谢谢你们 冤城 师父保守 这里是2011年8月7号 讲这篇道 我还有一本小书 专门写这篇的 今天我不再啰嗦了 我们找了十分钟 所以请各位 走路的时候轻轻的 不要去搅拾他们 我一直在订阅 也订阅